在这个图呢 它是一个open top的鱼缸 就像上面这一边是没有了 然后它是长方体 它的宽是60 ok 它的宽是60 然后它的perimeter of the front surface是400 前面的perimeter是400 所以我在这一边前面的这一面 它这一个y 这边也是y 这个是x 这个也是x 所以我就有2x加2y等于400 全部一起除2 所以x加y等于200 ok 这个是2x加2y啊 然后所以我的y呢会是等于200减x 这个是我equation1 然后它说 the length of the aquarium x 是高过它的这个 所以我这边x大过y 然后它装了75% 的水是这么多 然后它要找它的 surface area 是等于多少 所以它的75%的话呢 就是说我的75% 乘长 宽 高 会是等于432000 哈哈 所以我的x ×y 等于432000 乘100 除75 乘6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432000 乘100 75 乘60 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9600 所以我X乘Y会是等于9600 OK所以我的XY等于9600 这个是我equation2 OK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有equation1跟equation2 接下来我就可以做simultaneous equation了 所以我sub我的equation1 into我的equation2 我的X乘200-X等于9600 所以我的200X-X2等于9600 我的X2-200X加9600等于0 然后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开挂弧 然后我的这一边9600 如果出80的话呢 它会是百二 所以我只有X 然后我这一边有80跟百二 减减等于0 所以我的X等于80 X等于百二 然后我的Y呢 就会是等于200-80 然后它会变成百二 Y是200-百二等于80 呃我的X要大过1 这个rejected 因为我的X要大过1 OK 然后所以我在这边X等于百二 X等于百二 然后Y等于80 它叫我们calculate the total surface area total surface area的时候呢 就是它的表面积咯 surface area呢 就前后 两面 两面前后 百二乘80 然后再加下面百二乘60 再加两面左右60乘80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二乘百二乘80 加百二乘60 加二乘60 乘80 所以它答案是3600 所以它答案是3600cm² OK 所以这个的答案会是等于36000cm² 是它的space area 好就是这样